遇到我们家琪,算你倒霉 由于书欣和徐凯主演的电视剧《仙剑奇侠传6》即将播出 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呢 由于书欣饰演的月琪是一名侠女 她和哥哥月金昭在江湖上相依为命 可其实她们并不是亲兄妹 在三年前,月琪和月金昭一同昏迷在小镇上 醒来的时候都忘记了以前的经历 因此两人只能结巴而行,找回绅士 在这个过程中,两人遇到了洛家少主洛昭炎 三人不打不相识 可月琪却在机缘巧合下 得知自己竟然是昆彤谷谷主的女儿 可这一路在江湖中走来 月琪她们都知道昆彤谷是一个无恶不作的魔教 这让月琪陷入深深的纠结中 一边是天下大义,另一边又是自己的母亲 最后月琪决定偷偷溜进昆彤谷 才知道母亲三年前为了救自己 已经成为了献谷主的囚徒 因此月琪和月金昭 连和他们一路上认识的英雄豪杰 杀上昆彤谷救出了月琪的母亲 而剧中月琪和月金昭强吃的真木 连看二十遍的都不够 堪称全剧最搞笑 那么你期待于舒心和徐凯的新戏吗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